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近前主力出战 其中一共有四名球员进入到了南丹正赛 在第二个比赛日当中 率先登场的陆光祖不负众望击败了刘国伦挺进第二轮 而赵俊鹏则运气不加首轮 就遭遇到了主场作战的印尼名将乔纳坦 在比赛开打之后 赵俊鹏首局完全迷失在了印尼的魔鬼主场当中 乔纳坦轻松取得开门红 但是随后的两局比赛 被逼出血性的赵俊鹏开始接管比赛 最终大比分2比1逆转击败了乔纳坦 晋级南丹第二轮 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二人都不在最佳的状态当中 互送失误大理 比分也非常胶着 一直打到了6比56平 不过在主场球迷的诸威生当中 乔纳坦开始占据主动 而赵俊鹏明显在速度上慢对手一步 靠着连续的后场进攻 以及赵俊鹏的回球出界 连得5分以11比6率先进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暂停 重新回到比赛之后 赵俊鹏仍然没有从之前的连续丢分状态当中走出来 乔纳坦则是越战越勇 正守卫批杀直线更是屡屡得手 连得5分之后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6比6 虽然乔纳坦因为回球下网 停下了自己连续得分的脚步 但是主动权仍然被他牢牢掌控 而赵俊鹏则被对手打得毫无斗志 最终乔纳坦在主场球迷的欢呼声当中 以21比10轻松获胜 取得了开门红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之后 赵俊鹏仍然表现得不够兴奋 场上的速率被乔纳坦完爆 在3比3平之后 乔纳坦又开启了连续得分的模式 很快就建立起了5比3的领先 被逼入绝境的赵俊鹏 终于展现出了自己的好胜新核球胜域 很快扭转颓势 并且带着11比9的优势进入局中休息 在看到获胜的希望之后 赵俊鹏的积极性也有了显著提升 乔纳坦也很难获得 向第一局轻松上手进攻的机会 而且个人失误也开始增多 赵俊鹏抓住机会 以21比14扳回一局 决胜局开打之后 赵俊鹏在往前斗小球环节连续失误下网 让乔纳坦开局取得了3比1的领先 不过在控制住自身失误之后 赵俊鹏开始掌握主动权 靠着大范围拉掉乔纳坦 迫使其回球质量出现下滑 自己则抓住机会突击得分 很快就以5比3反超了比分 尽管乔纳坦几度尝试反扑 但赵俊鹏靠着稳扎稳打的表现 一直在比分上压制着对手 并且以11比6进入技术暂停 从首局轻松获胜到决胜局陷入落后 乔纳坦的气势完全被赵俊鹏压制 后者也没有给他翻盘的希望 最终以21比11逆转晋级 能够在印尼的魔鬼主场 逆转击败乔纳坦 必然会极大提升赵俊鹏的自信心 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赵俊鹏能够越战越勇 力争给球迷带来更大的惊喜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